我是霸主 我莫名其妙地穿越到了恐龙时代 但是我之前的记忆全部消失了 天空中的幕后者告诉我 及其三块上古神器 便可启动传送支援 带我回到属于我自己的时代 不幸的是 刚才宣布的那只鸡尾龙 已经死掉了 如果刚才不是它顶着 也许受重伤的就是我们了 再打一点巨蟹怪 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哎哟 你给我等着 我们先到前面去看看 这条河道里面 野生级被龙太多了 天虽也不早了 未来安全起见 我们还是往回走吧 沿着河流多打一点巨蟹怪 轻松拿下 不行了不行了 刚才被几个巨蟹怪围攻 鸡弓有点顶不住了 不能再打了 快快快 我们赶紧回家 鸡弓受了点伤 体力的损耗也很大 加油啊 你总不至于 连一只螃蟹都跑不赢吧 鸡弓好像受到了我的刺激 一口气就逃回了家 因为在这个地下世界 很多地方光线都非常暗 而灯泡犬的电力也有限 我准备做一个灯 放在宠物的身上 有了聚合物 我们可以先做一点蓄电池 好了 去把灯给我的宠物装上 我发现 这个灯放在泰闪的身上 最好看 不过现在是白天 这里的光线还是比较充足的 灯光的效果怎么样 还不好判断 我记得 上次驯服激攻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泰克剑龙 那种金属质感 那种气质 它的实力 肯定也是非常强悍 希望可以在天黑之前 将它驯服并带回家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好像是在这个小山上 上次我就是爬到这里 来躲避激攻的追击 先找找看 希望它还在 诶 这位新伟兽兄弟 有没有在这里见到一只泰克剑龙 你还挺高冷 嘿嘿 来呀 你追不上我 前面的那个充电桩 可以用来生产能量元素 只不过需要的材料比较复杂 目前只能用来给我的蓄电池 充充电了 诶 我好像看到了 那一闪一闪的 好像就是泰克剑龙 没错 果然是 保持距离 它应该追不上我 它发现了 再试一剑 我们就开始跑 来来来 看你怎么追我 啊 两剑 这 中了两剑就倒了 就这点抵抗力 你是怎么活到这么大的 到底要不要驯服它呢 跟着我那么危险 就它这抵抗力 我怀疑它只能活到三天 不过它的样子还真是好看 不驯服它又有点舍不得 毕竟我遇见的泰克生物太少了 给它喂点果子 让我来给你取个名字吧 就叫 泰克 哇 我就知道这家伙不靠谱 这才几分钟就被吃掉了 连两只迅猛龙都搞不定 我还希望它可以保护我 看来真是我想多了 这才几分钟 名字才取到一半就没了 这两只迅猛龙还在下面守着我 我只能沿着峭壁 从另外一边爬过去了 唉 终于到家了 今天的运气可真不好 这老半天白忙活了 不过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担心的是 今天闯了几倍龙窝 还杀了那么多的巨蟹怪 它们可千万不要追过来复仇啊 现在激功受了伤 状态也不是很好 要是再跟它们打一场 估计也该顶不住了 我们还是好好的修整一下 万一它们真的追过来了 我们还是有机会逃跑的 反正我的材料已经被齐了 明天就去制作低温仓 这样远距离运输恐龙也就方便多了 哦 对了 昨天我还在想 这个家应该叫什么名字 现在我终于想好了 房子的周围有许多的萤火虫 以后我会捉一些萤火虫 将我的小屋围起来 那么这里就是我的萤火小屋了 这里也是我在六号世界的萤火基地 哦 时间不早了 晚安 做个好梦